大家一定還記得昨天南湖高中與新榮高中這場驚天動地的比賽 南湖克服上半場最多落後二十分的差距 下半場上演了絕地大反攻 不但迎頭趕上還把比賽二度逼入延長 中場南湖以一百零九比九十七贏球 讓去年的亞軍新榮高中苦吞三連敗 回想起這場激烈戰況 南湖教練廖彥智認為球隊贏球的關鍵不是球技而是意志力 我一直告訴我的學生要堅持不要放棄 然後把防守先做好 然後勇敢地去打球 因為我們上半場落這麼多是因為有點自信心不足的問題 也是這幾天來第一次來樓下打現場直播的比賽 然後觀眾也太多了 他們有點適應不過來 然後所以我們上半場就開始一直一直一直的努力 就是OT嘛然後又二OT 一直告訴大家要堅持不要放棄 因為我們在訓練的時候我們每個球員都是主力球員 所以我們不管誰上誰下都不會像新榮的落差這麼大 所以這是我們獲勝的關鍵 雖然說球隊靠著不放棄的意志力拼戰到最後一秒 但主將林明義帶傷上陣穩定軍心才是讓教練最感動的地方 他毫無疑問地說林明義是此戰最大的英雄 他是帶傷上陣有可能會讓他二度嚴重傷害 可是他堅持要當所以我以他為榮 就很開心啊 就為大家盡一份心理啊 因為前一場他們跟三明的時候 小孩為了我贏球啊 想說今天上 昨天上了然後也拼一下 南虎打了一場漂亮戰役 這也說明了HBL場上什麼都有可能發生 不過八場賽中臥虎藏龍 未來是否能一路過關斬將 就看他們如何延續這股求勝決心 我來請入新聞 黃瑞紅 余世傑採訪報導